好啦,開始囉 所以就把A乘以3跟A乘以3 我再跟誰講話 我跟黑板感覺好像不錯喔 他剛剛打到黑板 因為黑板是他的 然後獨佔黑板 你打算什麼時候跟他告白 怕一堵好像也是 你這樣隨意碰住他就可以告你姓紗 說出事實 我講過他要定格,不知道為什麼 你在想什麼告白 不知道他想怎麼告白 他一直點 就是他3A加3 再剪掉3A 就會等於他分開 因為後向前點 你就是這樣出來 看到手了嗎 打手不大 他還慢慢吞掉 好,先看一下 觀眾講還不錯啦 只是第一個 我還是習... 習... 我還是希望同學在講話的時候 今天要面朝全吧 你可曾看過我對你這樣講話 我有這樣講話過嗎 有嗎? 我上課有這樣上過嗎? 各位同學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你嗎? 我不知道明明事過吧 我總要看著你們吧 所以 第一個 習慣還是要看啦 就盯著一個人看嘛 如果你不知道看哪裡 你就盯著後面拉拉球看 抱著鐵塔在塔樹的那個拉拉球 你就盯著他看就好 好不好 就像我們在那種 如果要在人多啊 譬如說 幾十個人 幾百個人 那種場合演講 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其實也是盯著一個定點看 為什麼 因為看起來也會比較 順眼一點 你講話的時候 不能看的聽話吧 各位同學我看一下 今天的電動包都能夠壞掉 這樣嗎? 各位同學我們看一下 今天地板上沒有垃圾或大便會踩到 不可能嘛 所以你一定要盯著一個地方看 那像我們這個 就一定就是各組稍微瞄一下 所以這題剛剛黃道宏講了什麼 他說 他原本是一個等差數列 這是重點喔 公差是三人家講的 所以他是把原本的ABC都改成了 A 第一個像如果是A 因為公差是3 所以下一個像是A加3 那再來會變成A加3加3 變成A加6 然後 人家把原本的題目改成了3倍 3A3B3C 所以 A變3倍變3A 本來的B變成A加3 你把它變成3倍以後 它會變成3倍的瓜A加3 乘開以後它會變成什麼東西 3A加9 那其實後面這項也很多餘了 因為他剛剛也說 人家題目已經開門見三人說 他是一個等差數列 所以 後項剪前項就是公差 其實他講得很好 只是他因為忙著跟黑板告白 所以講得有點不知所措而已 兩項相剪剪完 3A都消失了 只剩下一個數字9 9就會是他的公差 OK 這裡是第二小梯